字幕開玩笑 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31日 啊!好硬份! 調查顯示啊,港人公時超過標準29% 位居最勞累的城市榜首啊 這個當然就不用問阿貴了 是你啦 是你啦 啊 沒錯啊 亞洲城市裏面 除了香港之外啊 你說社畜的話呢 無出其有 當然 表表者就是這個 日本人啦 日本人 你看見 社畜 另一個啊 就是香港 真是鬼上身的啊 好喜歡上班啊 是什麼啊 推動到這麼多的人啊 不停地去工作呢 日本和香港啊 可能都有一個共同之處 不如 共同之處是什麼呢 不過一個就是物理性的 一個呢 就可能是非物理性的 什麼是物理性的呢 例如日本呢 他有很多天災各樣的嘛 於是日本的人呢 都很需要資源善用 以應付天災 積穀就防機 他們原本呢 就有這種這樣的心態在裡面的了 東洋人 所以經常呢 他們都會省著洗 還有啊 他們是經歷過 紫序金迷的年代 我們又叫做超和年代的人呢 就是90年代的時候 日經指數 由4萬點跌到去到8千點的時候啊 那些人啊 其實啊 每日 可能給幾百元去搭的士啊 每晚都叫的 然後又風花雪月 他們過過這樣的時代的 握著一部大哥大 在東京街頭啊 搖搖搖搖搖走走 大把這些這樣的人 突然之間啊 由一個非常之繁榮的經濟體 變成啊 日經指數下來了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受到非常之大的刺激 啊 也所以啊 有非常之大的危機感 於是乎 就不知道為什麼啊 變成了一隻又一隻的社畜 好像變成了一種亞洲的文化 啊 另一邊當然就是香港啦 其實跟台灣很不同的 台灣去推廣的是一種叫做小確幸 什麼叫小確幸啊 是雖然就微小 不是說賺到很多錢 但是就確切咯 就是至少沒有那麼多的不確定性 同時之間呢 啊 是一種幸福來的 就是人生的幸福 你賺錢來幹什麼呢 要問自己這個問題 那當然啦 有個笑話都挺有趣 以前呢 有個漁夫 在海邊釣魚各樣的時候呢 有個人 就走過旁邊 跟著跟他說 喂 你幹嘛不好好努力做事啊 在這頭釣魚 你應該好像我那樣嘛 那那個漁夫就問了 啊 真是衰的 他就說 啊 怎樣好像你那樣啊 好像我那樣 每天努力工作 那然後呢 努力工作你就有錢 有收入咯 那然後呢 有收入了 你就可以買一間大一點的屋 買一間大一點的車 娶個漂亮一點的老婆 養下狗仔 住羊樓就養回狗啊 那然後呢 然後 你平時就可以有空一點 啊 就出來釣魚咯 那跟著呢 阿比亞就跟他說了 那我現在就在做這件事咯 跟著 他就沒有你那條人 繼續在這裏釣魚咯 原來是個CO來的 你釣不釣到魚呢 就不清楚 你還在追尋的過程 但是啊CO呢 他就已經在釣魚的了 是咯咯癡癡地存在 每日都在這裏老人與海呀 什麼都好啦 做人的事 啊 問題就是你需要些什麼 英國呀 雖然你的收入是會大幅地減少 都不叫大幅地的 你預小 最壞情況呀 少一半啦 你住沒有了的 如果閣下不是退休的那些啦 你都七老八十 那你就要過去撕 過去撕和在香港撕 你自己就算一下咯 哪裏划 那至於普通的人呢 應該都找到工作的嘛 那你人工啊 可能會減少了 對你來說是好事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 哇 被人抽一抽稅 沒那麼大折的嘛 那所以反而啊 你去到可能會研究一下 怎麼賺少一點 不是怎麼賺多一點的哈 但是 你就不要以為呢 賺少了 就好像好慘情 賺少了的時候 你也同時間洗少了的 問題你要怎樣的 生存模式 如果每日啊 你都要去亞洲超市買東西的 平時又要喝下茶的 想維持回香港那邊的生活的 那就不好意思啦 因為香港那邊的生活呢 你硬要複製下去外國那裏呢 你需要給很多錢 但是如果你接受到的 吃回薯仔番茄的 那其實那個生活成本呢 是會比香港來講呢 就更加低 最多啊 都是說你的水費是會貴了 水費是貴了的 那如果閣下是超級用水人士 你就做個定價水標啦 好啦這裏 講回正題啦 話說這個調查又顯示 香港人啊 公市場 眾所周知這樣說 根據美國一行全球勞累指數排名的調查顯示 每周公市場度計算的話呢 前十名裏面 有六個城市就位於亞洲 咦 這樣也不是很厲害的 你其他四個城市是非亞洲的嘛 最多只可以說稍為 稍為超越 而香港是湧奪全球最勞累城市的 為什麼啊 因為要供樓嘛 每周公市超過標準 沒有說什麼標準的 應該是說全球平均數啦 的29%啊 你就是人家工作十個小時 你又工作十三個小時啦 一天啊 已經是連續兩年居於榜首 超越鄰近的新加坡和東京 那就是說另外兩個牢陸的城市呢 就是新加坡和東京啦 那他們的啊 有很多的調查指標的 包括你工作的強度啦 就是你就這樣 就算你工作得長 可能都OK的嘛 那還有機構支持方面啦 香港也很少的 法律保護方面 現在很難說了 移居性 啊 就是如果你樓價比較高呢 就沒有什麼移居性的而已 那總體來說就是四個因素 那將這個肺炎的疫情 前疫情期間和疫情後 三個時期作劃分 對全球五十個城市 做過統計 探討這個疫情啊 對市民大眾的工作 和生活平衡方面的影響 也就是work life balance 那調查就發現這個排名裡面呢 另外最牢陸的城市啊 除了新加坡 還有曼谷啊 還有阿根廷的布爾諾斯 埃利斯 首爾東京 喉斯頓 吉隆坡 倫敦 等等啊 這個是依次序的啊 而國際勞工組織啊 他建議的每週工作時數就四十個小時 四十除六啦 你 就是大概每日工作六至七個小時的 但是你知道啦 六至七個小時 你不就是朝九 就晚五而已 起碼都朝九晚六啦 香港人 那更甚者 朝九晚九啊 大有所在 是變成一種 職場的自我OT文化來的嘛 又簡稱自我閹閣文化 在這一點上啊 是出神入化的啦 香港玩到 你沒有見到 立法會啊 的豬軍啊 都是 嘻嘻嘻嘻 啊 有人發現啊 那把這樣的嬌樂田啊 真是夠大 夠高 夠氣勢啊 那如果是真實上演的話 即是不只是那種意識形態上的 真正表演給人看 甚至乎你TVB直播啊 我相信 都會有很多市民排隊等著看的 直播光色只夠過癮啦 對於這種即場的自我OT文化 對啦 說回OT啦 我很自豪的就是 我從來是沒有OT過的 吹啊 哼 躺平一族 喂你都不想我OT 是吧 燒多幾隻公仔過你 很不老禮的嘛 但很難說啊 隨著啊 近來 有那麼多的不同優惠 可能將來要加班的 但是啊 我的性格呢 我就不會因此而加班的 所以呢 閣下沒有公仔陪的時候 就不關我的事了 閣下自你了 是啊 是這樣的服務態度的啦 賣光就算了啦 沒有乖乎前兩年啊 香港的出生率是這麼低啦 你很難的 是一個你不知道子女會受什麼教育的地方 那些子女會怎樣成長的地方 未來啊 前景不明的地方 樓價這麼高企的地方 以及啊 工作這麼忙碌的地方 又如何會有生存的慾望呢 是啊 我是指生存的 但是呢 生存的慾望和生存的需要是兩回事啊 即使你沒有生存的慾望 你都還有生存的需要啊 啊 做人 啊 怎麼都要積極一點的啊 啊 原因為什麼啊 即使今時今日啊 一個地方給不到希望你啊 啊 都還會有其他的地方給到希望你啊 前面是懸崖 希望再轉果 何須憂懷喪治呢 那當然啊 有些人就跟你說啊 啊 香港不知幾好啊 啊 你短時 就例如楊潤雄跟你說啊 香港未來的教育前途一片光明 我都敢認為啊 肯定是一片光明啦 那你想想啊 難不遂啊 以前啊 啊 怎麼這麼囂張才行啊 人家囂張得起啊 但是今時今日啊 竟然低聲下氣走出來招生啊 這個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來的 也所以啊 你會見到香港未來啊 這些學校的服務質素呢 會有所提高 那是不是光明的地方啊 至少你看到啊 有些東西是會有改善的啊 很少的事情裡面呢 就可以有改善的 大那些 就不好意思啦 Sorry 因為不懂得看啊 蠢啊 哎呀 大那些事情 我們不懂得看的 本頻道的評論不包括大事情 只包括雞毛蒜皮小事 就是這樣 所以呢 有些藍營的企業 經常在說 沒有人在幫襯 要倒閉各樣 人家哪裡是因為你政治立場 而杯葛你各樣呢 香港都不流行這家的 純粹你養衰 這些東西沒得搞的 我勸你倒閉它 我討厭政治 這些政治立場的事情 就不要經常上綱上線 好煩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